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又到我们《芒向编辑》的YouTube频道 录的时间是2020年的12月5号 首先,这里有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澳洲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常识珍迪好 还有我家餐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 一定要点赞和分享 还没按订阅的按一下订阅 还有旁边的小铃铛 有新片会通知大家 另外,大家可以去我们的二台正向报 三台浪冷气那里 点责、分享和订阅 将这个齐抗疫聘经济反揽炒的信息 传扬出去 来到weekend,我们就可以讲一下 一些内地的事 是啊,而且不是新东西的 因为今年2020 眨眼就来到12月 大事回顾一下 是啊,今年年初的时候 央视就出了一套反复题材 几十专题片 那里面那些涉案官员全部 真名实姓上阵的 那他们那些贪官现在应该 大部分都是在蹲监的 那当然蹲监之余 就做一些好东西 为国家出来 要让他们做真人秀 那这套几十专题片就叫做《国家监察》 那它一共有十集的 那这一套东西其实就更好看过 2017年的《人民的名义》 不是那么简单的 是要对内地的国情比较认识的人 才会看得真是非常之有共鸣 那当然了,今年年头这出事就是 贪官始终都是贪官 但是那些级别就高过《人民的名义》里面那些人 那些腐败的姿势都不断创新的 那第一集其实已经有好东西看了 第一集已经很... 就是我觉得很好笑的 那第一集就叫做《麦画蓝图》 Sorry,是麦画蓝图 那贵州省原省委常委 副省长王晓光 那他现在已经落了锅了 那他讲一些情况,实际情况 贪官是怎样享受生活的情况之外 原来他有一间房子 就专门装茅台的 那里面就有4千多瓶 那保守估计那里已经是500多万的了 就是你4千多瓶茅台 那他当然收到封了 就是如果几间部门上门查他的时候 他当然收到封了 那他当然是想着消卫一些装物的 那就是这些茅台 那他怎么处理呢 原来他那些茅台不单止是值500多万 那么简单 因为他里面还有一批 几十万的年份酒 那你普通茅台你就可以解释得到 都严格来说都可以解释得到 但是那些几十瓶 价值几十万的 茅台年份酒 他解释不了 那他就分批将这些酒倒进市坑那里 那这个监察部门那些人去到他家的时候 他还在市坑那里倒进茅台 就是他知道有人会上门了 他收到封 是收到封的 有封声 听到封声 就要消卫一些作物 因为他本身有四千多瓶茅台 保守估计这样已经值500多万 但是不止 因为里面还有一批 一批应该几十瓶已经值几十万的年份酒 哇 他老婆还说丢又丢不了 喝就喝不完 送就送不完 倒也倒不完的 但是要记住 贵州省本来就是一个窮省份 就是自古就叫明清那时候都有句说话 天无三日程地无三直平 就是根本不是一个以龙立国那时候的省份 不是一个农业大省 就是你如果主要经济是靠农业的话 它就当然是一个窮省份 那它有一件事就比较好的 就是有这个茅台走可以赚点钱 但是也都滋生了很多腐败 因为茅台 茅台和腐败是核不可分的 其实在内地 那第二集说什么呢 第二集它叫全面监督 那内蒙自治区 它有个前副主席叫做白香群 那它就很喜欢喝靚酒的 落马的时候呢 它家里就有千多瓶酒 绝大部分是珍藏茅台的年份酒 嗯 白香群它曾经说过一句说话 要在做官在位的时候 将退休后要喝的酒都要准备好 哇 因为这个人很喜欢喝靚酒 越喝越贪 越贪越喝 那当然权力的滋味就好像美酒一样 令到这个白香群沉迷其中 其乐无穷 等到走醒的时候 已经进去蹲监了 那很惨了 为什么呢 自己喜欢喝酒 收起来这么多酒 结果呢 一日三餐 都是吃监狱饭 嗯 那第五集里面 就是 茅台又是 出现了这个 在这个节目里面 第五集叫做打造铁军 好像个个都喝茅台的 真是 就是个个贪官 都是跟茅台有关有关 是的 那第五集它就叫做打造铁军 这个茅台就成为这个 扶食中纪委干部的神器 在打造铁军里面是捉耐鬼的 捉耐鬼呢 那又要怎么捉呢 吉林省纪委员副书记 省监委员副主任邱大明 为了转移自己的装款装物 直接在屋企小区背后的一个废车库里面 装了三千多瓶茅台 塞到满满的 还有两个那些公民柜 全部装了钱 你如果搜一个官 喝了或者收了茅台的数有多少 可以看得出这个官有多淡 这样算 在年头的时候 这套片正在播出的嘛 就是一月的时候 大家可能都集中意志去准备这个抗疫 可能很少看电视 那当时就有一宗新闻就出来了 深圳有一家国企一晚就喝了十六万茅台酒的新闻 那这家国企就被人爆了 就是在一家五星级酒店进行这个年终述职会 那吃什么呢 那吃五千元一围的那些中式燕梅 那有什么菜呢 那讲一讲啊 XO酱花枝片酱拔棚 阳心石确炖鲍鱼汤 马拉盏翡翠黑豚肉爆海心 等等等等 那就是他们喝什么酒呢 就是喝八千元一瓶的大瓶茅台 那那个国企的负责人就说 喝的是开心的酒 高兴的酒 但是因为喝这一瓶茅台的价钱 就太贵了 那直接就被这个深圳市 纪委监委介入调查 一窩断 那就是这个国酒茅台 真是国酒之光 也是贪污腐败的酒来的 努力尋租酒的代名 事实上整个国家的官场 都是以茅台酒为尊 在落马的高官里面 云南省德宏政协原主席 杨若国喝酒一定要喝茅台的 如果喝酒的时候没有茅台 他就会批评人的 所以在他那辆公务车上面 随时都有两三箱茅台的 这个湖南岳阳元副市长 陈四海 就被人叫做茅台市长 因为他身边的人就说 他每天都喝一瓶茅台的 早五晚都喝 晚上喝到好东西 而且还出去外面搞夜生活的 早上十点前基本上就不上班的 就在家里睡觉 你说多腐败 如果不是习生搞反腐 这些人会被人勾出来 不会吧 好了 还有对于这个 这个名贵茅台酒收藏最多的 其实是有一个叫做 元解放军后勤部的副部长 谷晋山 现在谷晋山落马的时候 就在他河南的老家 手出了一千百百多箱茅台年份酒 有一百年的陈酒 有五十年有十五年 全部都是年份茅台 那你保守估计有这么多的话 其实那千八箱是有可能 值近亿 不敢说过亿 近亿的 就是茅台酒 当然乱象多多 那些贪官就用这个 名贵特产类特殊资源 贪腐谋利 也都将茅台元董事长 元人国拉落水 如果不知道的话 我就这样听 我以为他们是用茅台 好像Bitcoin那样做交易 某程度上不是的 某程度上是的 其实除了这个茅台之外 内地有些东西都是被人这样用的 就是东松草 茶叶都是这样用的 股东有没有? 股东也有 但是股东就难监定 那些人不敢收的 那些人不敢收的 因为随时被人整股的 你不知道的 那这个元人国 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王晓光的难兴难弟 在国家监察第一集 穿着红色红衣出镜的 那这个元人国就在茅台集团 四十多年 为了政治投机 要找一些靠山 就要为王晓光这些领导干部 和亲属搞这些 茅台酒的经营权 又增加配额指标 和元人国 还靠这些批酒 大肆谋取私利 2004年 只是靠违规经营茅台酒 就获利2亿3千万 元人国还每年预留一定量的计划外批酒 一大批经销商、供应商 千方百计和他拉关系搭人物 那时候每天找他的人很多 起码四五十人 有些经销商 为了讨好元人国 送他一个定制的五公斤金顶 当然是金色的 就不是全金的 一看就知道不是真金 在电视上的金顶 就不是真金 就算是度金也不是便宜的 上面还有句诗 原本清朝贵州诗人 有句叫做走贯 铅人国 人字就是铅人 就是一般普通人的人 这个阿叔叫做元人国 就改了那句诗叫做走贯铅人国 就是用他那个元人国的那个人字 就是杏人的人 放下去 拆了鞋子 阿尔奉承 非常腐败 那些贪官都是不会掩饰的 那这个国酒茅台 就成为了这个浸淫中国官场贪腐文化的象征 他一早已经不是买来喝的 是买来炒的 官场中人当然是用来行跪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要讲一讲 在国家监察里面有一个故事 就是叫做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 袁董事长賴小文 这个就是之前我说的那个3.100所谓的 其实他就在北京小区那里拿藏了一间屋 里面有很多保险贵 文件贵 全部都是现金来的 是人民币100元 那只是现金呢 人民币就两个几亿的了 整个屋都是用来放钱的 那为了逃避这个调查 这个賴小文呢 都是叫那些行股人呢 就是现金交付 那收了钱之后呢 就自己将那些钱 放到保险柜里面 那在路上呢 还会不介意多多几圈啊 没所谓啦 那他和一些关系密切的知情人呢 说到这间屋呢 都是用暗语的 就叫它做超市超市 那这个賴小文呢 除了收现金之外呢 他还收受房产汽车 名车名标 黄金字画 那司法机构呢 其实实际上是没有说到 现在多少钱呢 其实那些数是未清的 因为他有些字画那些是未 未确认值多少钱的 那这个金融领域资金密集 资源又密集 一个项目就几十亿的了 那这个賴小文接触的老板呢 都是几十亿上百亿身价 他对自己手中的权力的价格清清楚楚 知道可以给人带来多少的好处 那他呢 就用这些金融特权 通过和这些私企老板的交易 全部支援了做个人私利 那保守估计呢 他说这个賴小文的钱财 总计的数值是20亿人民币 现金已经是16亿的了 那还有房产珠宝那些贵重物品 但是我听到另外一些人呢 我在北京的时候呢 听到人家说这个賴小文的东西呢 就叫他做三个一百 那其实还有不止是三个一百的 我听过是四个一百 就是他说他的钱呢 是整一百亿人民币 那这个賴小文呢 还是有一百多间房呢 和一百多个关系人 和一百多个情婦 这个就是一个版本的三个一百 另外一个版本的三个一百呢 就是说他有百多套房 一百多个情婦和一百多亿的钱的 那賴小文呢 就专门在这个珠海开发这个房产 那就把一百套房呢 就给了前妻和那些情婦的 那见惯那些大案要案的监察干部 看到这个賴小文的贪腐数额危害程度 犯罪情节犯罪手段 个个都说是觸目惊心的 令人堂目结舌这样形容 那賴小文呢 就对这个物质占有非常贪婪 那手标有几十只的 那一个地下车库有很多奔利啊 Benz啊 Alpha 阿尔法 全部都是百万以上的 其实都用不了那么多的车 根本是贪欲来的 那賴小文呢 他就在电视里说什么 都放在那里的钱 一元都没花 最后组织收了 要这么多钱 有什么用啊 又不敢用 又不敢用 还提心吊胆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人也是乱叉这么说的 如果真的被賴小文这些人放出去 根本就会继续贪下去的 根本内地的那些贪官呢 就有很多都是贪 都要致死荒忧的 是 很难想像他们 会有四千支牟台放在家里 他家里都很大 其实这样算 是啊 还要有很多人害怕 我那时候看那套人民的名义 看到那套人民的名义 那些钱放在那套契公场 都已经是很夸张 他那套人民的名义里面 其实是有圆形的 那个圆形就不是賴小文的 是之前已经有人 有几亿现金在家里了 是 是很夸张的 譬如说我看那些 Netflix说的那些 卖粉那些 卖胡椒粉 那些大胡椒粉箱 在中南美洲那些都很夸张 整张床 其实是搭了那些钱在里面的 都已经是很夸张 那其实这帮贪官 和这帮人都有得比 其实就 这套片呢 看到很多东西的 那当然那些贪官 当然是在那些影片那里 是 就是我觉得有些 到现在都是很虚偽的 那他有些说 对我来说 入了监狱 对我来说就是一种解脱 那有些人就说 我发自内心 向党中央知错认错和灰错 那有些说 哎呀 亡了初心 失了本心 愧对于党 愧对于心 那有些人说 我希望通过我的事情 提供一些制度上的反思 从制度上 剷除腐败的土壤 这些反而我觉得是合理一些的 那有些就 其实就没什么反省 他说 感谢组织拯救了我 那样 其实都是 权力通天 贪得无烟的人 那刚才我们说过一个 内蒙古的前副主席 就叫做百香群 那他自己说 他就说 他第一筆贵赂 就105万 那当时呢 他就是自治区 团委书记 那就是建办公楼的 那有个老板就找了他 关系不错 那想做这件事 就是建办公楼这件事 之后就给他钱 那他就受不起誘惑 那收了105万 那他发现了 原来用权力来赚钱这么容易的时候 他最初都有些提心吊胆 跟着越搞越多 麻木了 跟着他就升官了 那就是权力越大 对钱的胃口也都越来越大 因为整个官场的风气都是这样的 之前是 就是 人人贪你不贪你就糟糕了 那当然了 就是 你贪得越大的 你之后升千也都越快 之前是这样的 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这个百香群 在来蒙烏海市做书记的时候 那他拌了很多黑金 买官卖官 他收售了三十几个官员 和老板的行举款項 是过亿人民币 这人还实际控制北京海南有十几套房屋 十几套房产是那些 複式两三层的公寓 或者是那些独栏屋 那他当然被人抓了之后 他就想起穷的时候 挺幸福 小时候老爸老母 偶尔给他一两块 跟他大佬 跟着买几毫子一件东西 吃肉夹磨 一家四口 开开心心 一做了官 整天跟别人吃饭 一吃饭就成千上万 始终都找不到八毫子那种美味 这么贪把贵 是不是 但是你怎么说 你被人抓了你这么说 但是你坐在有权力的位置的时候 有多少官是顶得住这些财色诱惑 有哪些人能够吃街坊东西做清官 第一集里面 云南省委书记有个叫秦光荣 他住的秦家大院 在通州的别墅是1200平方米 他在他老家永州收建的秦家大院 主体面积就是1600平方米 非常奢华 非常有气派 他就是打造了一个特权腐败的政商圈 秦光荣其实就在里面 好像一个帝王一样 捏了捏了大量的钱 嗯 好了 接着还有刚才我们说的 就是袁贵州副省长王晓光 他调任遵义市委书记的时候 自己设计了一个图子 整个办公楼的一层 专门为他重新装修 办公的地方有客厅 在俄室厨房 医母间还有健身房 总共有15间房 600多平米 用了100多万去做 王晓光这个人 还有内幕交易的本事 那些企业主就会打电话给他 违规操控控制公司的股票价格 提前告诉他 他就用借钱为名 在那些企业老板那里拿钱入市 赢了之后 就只是还了个本金 这样交易 就试过做了4.9亿 盈利就1.6亿 你看到这样的业绩 你在内地被大户割韭菜的小顾问 你觉得公道吗? 其实看完这些东西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 以前是这样 现在变得越来越好 其实是向一个好的方向走 当然如果你是很悲观的人 一看到这些东西就会觉得 哇 这么差的 那之后会不会都是这么差呢? 其实我认为就不会的 内地是不断慢慢的变好的 那还有一个叫做 省级几位领导邮大明 那这个人是索贵的 他直接跟大老板说 他说 他女儿在北京没有房子 没有车很难捱 那接着呢 心领神会 自动送楼送车 哇 都挺直接的 他没有叫你给啊? 我就说给你拿拿 而已 他们的心想是这样的 我没问你 我没问你 不是剧集 sorry 是那个 Documentary Documentary 紀錄片有说 他就说 在这个体制机制导致的监督缺失 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就是在内地 就是现在已经变好了 慢慢的 就是之前呢 在内地的官 尤其是是党政一把手的权力 很集中的 他用权任性肆意妄为 工程行目批 资源配置批 程序审批靠边站 全部都是权力资源 资金集中在一人之手的结果 这些是不被约制的权力 令到那些贪官在贪污腐败的战场上 所向披靡 一朝是法 灰飞烟灭 前赴后计 乐此不疲 早几年 贪几千万 正常 现在贪几个亿正常 其实内地的大众 对腐败的容忍程度 其实有一段时间是不断上升 但现在当然不是 之前是贪几百万 没什么 贪几千万 其实现在是纠正是对的 贪几个亿判回十几二十年 之前贪几千万 就死刑的贪官 就是赌不公道 其实你在游泳部门贪 我觉得是 都可以解释得到 都是不对的 但是解释得到 但是之前有些人是很过分的 扶贫民生资金 这些底层贫困人群的救命钱都拿 其实就是最过分的 那些人 那些人死一千次都不够 我认为 都要看性质的 不是只是看贪负的数字上 就判断了 那些是严重程度 人家救命钱都要探那些最坏的 真是 下地獄 像陈文所说 是啊 是啊 那陕西省人民政府前党组成员 副省长冯新柱 他被人查的时候 他在家里搜到购物券674张 他就和多位私企老板 行后玩乐 有开心团的微信群组 那冯新柱他受贵金额是七千多万 但是最惨的是 他最大部分都是利用 手中的扶贫资金管理权 用来谋私 另外一个扶贫小干部 直接用农村困难学生 七十多万的生活补助金 去还自己 赌钱欠下来的大耳洞数 啪了一年 没人发现 结果是他自己去自首才曝光的 是啊 我都不想 不过他自己肯去自首 是啊 我听到 听到前面那些说 有点天荒夜谭 不好意思啊我这样说 不过自首原因 就很难说的 事实上 可能真的 你就当他是良心发言 是啊 可能是良心发言 是啊 节目来到这里其实差不多了 不过还要说多一个 就是重庆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有个院长叫做杜晓阳 那他就连这个经济困难学生的补助款 都不放过的 那他就虚报 误领了学生资助金 六百四十三万 有一百四十三万 就自己代了 人渣 是啊 就是这些贪欲无耻的程度 是很过分的 嗯 那有句说话 权力导致腐败 绝对的权力导致 绝对腐败 这句说话很恰当 那希望国家 继续不断完善 就是这个监督系统 就是有一条路可以 就是进行一些自我正化 因为有很多大老虎其实是去了外地的 就是什么蔡霞那些 什么郭文贵那些 其实根本上都是这些人 而且他们是更过分过这些人 就是走得出来的人 就被莫加监察这些纪录片 报出来的二十几个真实腐败事例 是严重很多倍的人 尤其是郭文贵 是啊 那你说那些香港的那些黄友 竟然信一个这样的人 究竟他们的智商有多少呢 我真的不知道 那他们很简单 始终是认为什么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他们以中国为敌 那看到郭文贵 郭文贵他说他要和中国死过 那朋友 那个脑袋是有些问题的 就是他们纯粹的逻辑是 是没有是非官变了 其实习生反复是做得很好的 为什么呢 就是无数大老虎被人打倒了 其实有近一万名贪腐干部 是主动自首的 嗯 因为坦白重宽抗拒重宴 你这个震懾力是很强的 希望国家每天都继续变好 那这一期时间差不多 好 下次我们再讲其他议题 拜拜 拜拜